对于拜登来说 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疫情 由于疫情茫延 美国社会处于瘫痪的状态 想干什么都是覆手覆脚的 应该如何控制疫情呢 拜登把希望寄托在了疫苗身上 但是随着疫苗接种工作的全面展开 拜登发现情况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且不说疫苗的接种速度太慢 保护效果也不理想 1月20日以色列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在18.9万人的接种 辉瑞的疫苗以后 有超1.20万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占比6.6% 以色列只有905万人口 新冠肺炎病例56万 占比6.2% 也就是说注射疫苗以后的感染率 比不注射还要高 还有一个更大的刮 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 辉瑞的疫苗对在英国南非等地 发现的变异病毒效果极差 美国的疫苗不能解决问题 怎么办好呢 这是个大麻烦 可是难不倒拜登 美国的疫苗不行 就远中国的嘛 于是在1月20日 拜登执政的第一天 宣布重新加入世卫组织 第二天 福奇告诉世卫组织 美国打算加入全球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美国将对世卫组织履行其财政义务 并感谢世卫组织领导全球疫情应对工作 福奇的这个表态 把美国人的狐狸尾巴全露了出来 美国一下以剥削全国为己任 现在居然用于出钱帮助全国购买疫苗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更何况 现在的美国政府非常的缺钱 为什么还要掏钱这么积极 去年特朗普退出了世卫组织 理由是世卫组织以中国为中心 现在拜登居然感谢起了世卫组织 这是要以中国为中心吗 可能吗 坦白讲 拜登玩的这一手北京早就烦着了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好的猎手 事情是这样的 在疫情爆发以后 在中国的支持下 世卫组织牵头成立了一个机制 在全球范围内分配疫苗 由于中国的疫苗研发速度最快 中国希望通过世卫组织 向全世界分发疫苗 考虑到全国在疫情中损失产重 希望富国能够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替全国的疫苗买单 不然别想得到中国的疫苗 2020年5月4日 由欧盟英国加拿大等国 共同主办新冠全球应对国际认军会议举行 这次会议一共筹款74亿欧元 相当于每一个地球人筹款了1欧元 参与这次认军大会的基本都是国家领导人 除了中国的代表张明以外 他的身份是中国驻欧盟使团团战 这次大会是为了筹钱买中国疫苗的 可是特朗普不同意参加 他一分钱都愿意不出 不出钱也就罢了 他还出来导弹 5月15日 特朗普宣布 加速研制新冠疫苗的取数行动计划 争取在年底以前研发出新冠疫苗 所谓取数就是弯道超车的意思 特朗普想超过中国的灭火疫苗 特朗普想争取第一 那就让他争好了 反正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不想依赖中国 12月10日 美国辉瑞公司的疫苗 被FDA批准紧急试验授权 欧洲国家马上开始接种美国的疫苗 接种了一个月以后 问题暴露出来了 美国启动驱逐行动计划以后 就开始往世卫组织里面筛美国研制的疫苗 中国研制的几种非常安全的疫苗 反而被挡在了采购的大门之外 美国的疫苗是怎么进去的呢 负责为事务组织挑选疫苗的 是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 这是个联盟美国之本 自然优先考虑美国的利益 在美国看来 各国使用中国疫苗控制疫情是不可接受的 第一 研制出最好的疫苗 是医疗技术领先的标志 美国吹牛的医疗技术领先世界的谎言 现在吹爆了这还聊的 第二 中国帮助各国控制住了疫情以后 会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威胁美国的地位 所以 为了污化中国的形象 美国人创造了一个名词 叫做疫苗外交 说中国卖疫苗给其他国家 是为了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 那么美国的疫苗卖到其他国家 是为了什么行为呢 美国说了 这叫疫苗团结 在美国的压力下 很多国家都不敢买中国的疫苗 比如巴基斯坦 一直到2021年1月18日 才给中国的疫苗提供了紧急的试验收权 巴基斯坦不知道中国疫苗好吗 他当然知道 但是美国的压力太大 他们不敢用 中国愿意卖疫苗给世界各国 但不包括帮助领住美国的压力 这个问题需要各国自己解决 各国也很清楚 不买中国的疫苗 就得买中国的医疗物资 最早批准中国疫苗使用的国家 阿联酋和巴林 这两个国家在批准之前都顶着巨大的压力 跟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有人说 这是为了讨好特朗普 也许 他们还有别的想法 所以到目前为止 已经适时多个国家 向中国提出了进口疫苗的要求 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公开的接种了中国的疫苗 由于美国的疫苗解决不了问题 接种了一个月后 拜登不得不考虑加入示威 购买中国的疫苗 美国是富国 加入组织必须得捐出一笔像样的款式 替全国买一部分单 这是中国提出的要求 特朗普以前不愿意花这个钱 现在拜登没有办法了 只好破财消灾 以前是美国不同意加入这个机制 美国的疫苗却混进去了 现在美国要加入了 美国的疫苗是不是应该疼位置了 美国想要拿到中国的疫苗 还有一道卡需要过 疫情在美国爆发以后 特朗普拼命地向中国泼沾水 现在想用中国的疫苗 新冠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了 1月18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华春莹要求美国政府 开放德特里克堡 请世卫组织的专家 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 以确定这个病毒 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在华春莹强势的航话以后 美国的核欧某已经开始改口 去年12月 意大利米兰大学 牵头进行了一项研究显示 意大利零号病人出现时间是 2019年11月 在法国巴黎北部 一家医院的医生 去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新冠2019年12月下旬 就已经在法国传播 2020年11月30日 美疾控中心的研究员 在临床传染病上说 2019年12月 一些美国人的信水样本当中 已经有新冠病毒抗体存在 这意味着 那时候新冠病毒 或已经在美国出现 新冠肺炎病毒 跟美国德特里克堡的关系 北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 但是 如果美国不想承认 北京说也没用 谁叫人家 美国有话语权呢 2020年5月8日 新冠公路白宫 美国抗议三巨头 同时宣布 自我隔离四四天 特朗普 彭斯和伊万卡身边的 都有人感染 美国的抗议形势极无严峻 就在这时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第一次点了 德特里克堡的名字 但是特朗普拒不愣战 反而变本加厉地 跟中国搞对抗 现在 拜登想要中国的疫苗了 是不是 在应该 在德特里克堡的问题上 给世界一个说法了